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淘宝购物 但是在淘宝上看到的各种促销词语 你都懂了吗 如果你是淘宝新手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淘宝 专用词语你一定要记住 第一 上不封饼 简单的说就是没有设着扣上线 让你买的越多扣的越多 例如 如果你看到写着 没买100元减20元 不上封饼就代表买100元扣20元 买200元扣40元 买300元扣60元 以此类推 第二 跨店满减 跨店满减优惠就是可以让你再参与此优惠的不同店铺 凑够优惠门槛 例如 如果跨店满减优惠是满300元减40元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店铺A消费150元 店铺B消费150元 加起来就凑够优惠门槛300元 可扣40元 只需付款200 第三 现金红包 每次淘宝促销都会送出现金红包 而且金额都不少 但每个人领取的金额不并不相同 能领到多少全看运气 想要领取现金红包的话 那么就要留意淘宝派红包的时间 在相关的促销时间 打开手机淘宝应用程序 点击红包 就可成功领取 然后在付款时 系统将自动使用现金红包给你折扣 第四 免支付手续费 在平时淘宝付款时 将会被征收手续费 如果使用信用卡付款 将被征收3%的手续费 而使用大马网银将被征收1.5%的手续费 不过淘宝举行促销活动时 常常会推出免支付手续费优惠 所以下次淘宝时要留意如何才能享有免支付手续费优惠 第五 物流红包 和现金红包不一样 物流红包是运费折扣券 在缴付运费时使用 通常在淘宝促销期间送出 所以要留意淘宝的促销资讯 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在缴付手续费